出生在巴基斯坦的阿迈德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足球教练 21岁时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 他移民到澳大利亚 可是一个星期后 他的生活骤然发生了变化 我带双腿不能动了 医生说除非发生奇迹 否则我的病好不了 因为在医学史上没有办法治愈这种疾病 阿迈德染上了小儿麻痹症 这种病可以让人瘫痪 甚至死亡 我想我的理想完了 我的一生将已是无成 当时我非常震惊 有这种遭遇的人又何止阿迈德一个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上小儿麻痹症 这种疾病就像普通感冒一样容易传染 自从1950年代起 西方国家就开始接种疫苗 这种病已经不存在了 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孩子却时刻受到威胁 最近一个国际服务机构开始把消灭小儿麻痹症作为目标 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战斗就在南波这个澳大利亚小镇打响了 雷诺夫爵士曾经幻想 如果从这样一个小瓶子里取出两滴药水就可以预防孩子染上小儿麻痹症 那么在全世界消灭这种疾病就指日可待了 二十年过去了 他们说还有三年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了 雷诺夫爵士当时是福伦社的主席 他号召全球各地的会员一致努力来消灭这种疾病 一起募捐一起花时间来达到这个目标 福伦社决心筹集一亿两千万美元的资金来为儿童接种疫苗 从那时以来会员已经筹集了九亿美元 现在福伦社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盖茨基金会合作 共同为消灭小儿麻痹症而努力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自从1988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有20亿儿童接种疫苗 目前工作重点是巴基斯坦 阿富汗 印度和尼日利亚这四个仍然有疫情的国家 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日子可能已经不远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这项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说 每天有一千名儿童感染小儿麻痹症 今年到目前为止 接到报告的病例只有561起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